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那什么是云函数呢 云函数就是运行在云端 云端我们这里呢叫它服务器端 的函数 这就是我们的云函数 它很简单啊 一个云函数的写法呢 其实和一个在我们本地定义的一个Gioscript的一个方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不同的是呢 我们的云函数代码是运行在云端的一个Node.js中 当我们的云函数被客户端去调用的时候呢 定义的代码会被放在Node.js的运行环境中去执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在云函数中去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去做的事情可以很多 基本上我们普通的Gios可以去做什么 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新建一个云函数之后 会自动给我们生成一个初始的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去给它改动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逻辑呢 全写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的方法呢 给我们返回了两个参数 一个event 然后一个context 这两个参数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event 那event是啥呢 event指的是触发云函数的事件 就是当客户端去调用云函数的时候 event就是客户端调用云函数时传入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通过event拿到我们客户端传入的所有的参数 那context是做什么的呢 它包含了调用信息 调用信息和一个运行状态 我们可以用它呢 来了解服务器运行的一个情况 UniCloud呢 会自动将客户端的一个操作系统和一个运行平台 应用信息啊等等这些信息都会注入到我们的context中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context去获取每次调用的一个上下文 这就是我们context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实际来去演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去了解我们在客户端中如何去使用我们的云函数 前两节课呢 我们都简单的去使用过 我们可以使用unicloud.call function 这个API去调用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按钮吧 在这里我们去加一个button 我们给它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叫open open去执行 执行云函数 然后去注册一下我们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去注册open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unicloud.call function 使用这个API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那么我们会给它传入一个name name是什么呢 name就是我们云函数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要去调用get list 那么我们就选择 或者我们在这里写get list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然后它还可以去写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callback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写我们一个成功的回调 然后呢 可以去写我们一个失败的回调 这就是我们调用云函数的一个方式 同时呢 我们可以去给它传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去给它传一个name值 name我们去给它叫 还是叫里名吧 然后呢 我们给它写一个年龄 年龄呢 我们写个18 我们保存一下 这种方式跟我们去调用一个网络请求的方式很相近啊 就是我们会给它传入一个UIL 不过我们在这里呢 是name name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云函数的名字 就是我们在这里去定义的具体的云函数的名字 然后会有一个data的一个对象 对象里呢 是我们实际的一个入参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参数传给我们的云函数 让我们的云函数呢 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会给我们有一个成功的回调 和一个失败的回调 我们这里呢 都会返回具体需要我们返回的一个信息 我们在这里输出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失败的暂且先不管 这样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面 现在我们的客户端已经去调用了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然后同时呢 会给我们传入一个event 现在我们要在retend里面 retend是做什么的呢 retend是要把我们云函数的信息 去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retend里的信息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他去返回一个对象 给他一个content 我们写上一个成功 这样的话 content成功就会在我们的success中 res中去给返回 我们来具体的去尝试一下 打开我们的chrome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当我们去点击执行云函数的时候 这样就会去正常的去请求我们的云函数 成功之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里呢 包含一个success 表示我们的云函数请求成功 然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header header的内容呢 具体的我们不展开讨论 注意下面呢 有个result result就是我们的云函数retend中 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内容 然后可以看到 返回了一个name里名 和一个edge18 但是没有去返回我们的一个content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我们之前呢 没有盖鞋之前 它是返回了一个event 就是把我们客户端传入的一个参数呢 去给返回到我们的客户端里面 就是返回到这里 我们只是去修改了我们的云函数 但是我们没有去执行一个什么呢 上传部署 当前修改的文件呢 还是在我们的本地 而我们的云函数运行呢 则是在云端运行 就是在我们的服务器去运行 我们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右击上传部署 等我们部署成功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正常的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复原一下 我们保存 然后去上传 看能不能正常的去输出我们要返回的这一个对象 上传成功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刷新界面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执行 现在就会给我们返回信息 看resort里面content是成功 这说明我们的信息呢 就已经返回成功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改完我们的云函数之后 我们需要点击上传部署才可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把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再去给它改造一下 我们这里呢 给它一个code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给它返回一个耳板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message 我们里面输入什么内容呢 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event event.name 这个name是啥呢 就是我们客户端里面 我们先把没用的页面关掉 内容是里名 里名的年龄是18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字段给它拼接一下 返回到我们的success中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加上一个的年龄 是多少呢 我们加上event aje 然后我们的年龄 格式化一下代码 现在我们就会把我们两个参数 拼接到一起 然后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的success里面 同时呢 现在把我们的context 我们也去返回一下 要保存 这是我们ef6的一个写法 可以显示我们后边的一个 同名的一个值 我们直接写上context就可以 我们上传部署一下 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 我稍先页面 然后点击执行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看一下result 给我返回什么内容 里名的年龄是18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入餐 我们拼到一起 然后就是显示在这里 同时呢 我们的context里面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我们的有一个body body呢 它就是我们传入的一个内容 同时呢 我们的参数也会显示在这里 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request id 我们的一个日志的一个运行id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去获取到 同时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platform 我们的一个平台 是运行在h5 OS呢 是我们的一个系统 运行到我们的一个iOS的模拟器中 因为当前croom里面嘛 我们是在模拟器中运行 但是它的模拟器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iPhone iOS的一个模拟器 所以OS呢 是我们的iOS 同时呢 会把我们当前应用的一个appid 然后返给我们 这是我们大概一个context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应用到 那么这就是我们云函数的一个基本使用方式 那么下一课呢 我们会演示在云函数中 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的数据库